啊慢慢各位要了解这个这个这个开发环境啊叫做在各位的桌面上应该会有这个叫啊这个microsoft的virtual web developer啊然后他的版本是2010那目前最新的是2012啊后面有个叫express那express目前是免费的版本也就是他你可以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express版本 那当然如果说你家里没有的话你要把安装起来那书的书本里面会有一张光碟就有这个express版本啊那当然最新是2012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当过2012的版本啊把它装起来试试看啊那他的好处是已经帮各位完全已经整合的非常的完善了比那个啊如果跟那个呃比如说现在比较当同像那个android的那个开发环境比起来的话那个这个环境当然是 啊像好好很多了啊那接下来的话啊首先上礼拜我简单跟各位先开个头了解一下就是说啊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网站那特别注意就说呢你开启这个 我们这个环境之后的哦在开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特别注意因为我们这是针对一个网站啊这个是网站所以特别注意上礼拜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在第一步的话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全新的 这个这个专案的话要从新的网站开始那也就是他自动帮我们建立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里面的基本结构啊各位可以发现你按一个新的网站之后啊那我们上上礼拜是简单复习一下就是里面特别注意下以后呢一样都是类似的请各位呢哈在安就是几个步骤安装的部分呢他有两种一种是 visual basic 一种是 visual c sharp那当然哦两种方式都可以啦不过我现在比较热门的早期是 visual basic现在慢慢比较转向 visual c sharp 那c sharp是卖单内车哈或麦克适合他将来想要转变的那这个用途呢非常广泛的但不只是在开发网站上面他慢慢像那个呃在他的 mobile上面他的就是智慧瓶手机或者是任何的智慧瓶装置上的方式是 上面他也慢慢会想要用c sharp慢慢去统一的好就是那另外云端设计也是一样云端设计上面用的语法也是用c sharp 所以你等同等于就是说那只是说office上面没有啦比如说像office里面有vba有没有ecell vba其实理论上讲起来应该ecell vba应该是要将来应该是c sharp可是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是visual basic 无论哪个语言啊不过他的语言特性其实相议点不会差太多那为什么他会希望把vba就被取取代为c sharp 其实主要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个啊这个这个应该是使用者导向吧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他是 就是说的 是